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去查这群人他们都写的G0V 那刚刚其实很多人有提到G0V 我想大家稍微有概念嘛 那G0V就是一群就是用开源这个观念来做改善社会 然后增加正向影响力的一群人 那我因为这个出发点很好奇 就进去了解说什么是开源 那它的英文叫open source 那接着呢就是因为硕士论文的关系 我去研究公民参与 那才发觉说就是我们传统的公民参与 可能是大家像我们前几周玩的公渡盟的法案 我们去参与立院的修法 它是一个我们去关注议题的方式 那你也可能是上街头嘛 也可能是看新闻投书 那我发觉其实在开源社群里面 他们是有一套很旺盛的动力 去用透过刚刚我们玩的这些专案 来发起他们对社会议题 觉得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这样子的关心和投注的耕耘的方式 也是一种我觉得蛮吸引的公民参与的方式 那这是我就是加入OCF的就是起点 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所以在这个基金会里面 致力于推动向开放政府啊 以及说希望让企业和公民都可以更加了解开源的概念 好那所以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开源它跟我们不遥远 尤其是跟政治系的学生来讲 它其实讲的同样是开放透明众人可参与 那这其实就是民主在讲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人民就是要可以跟公部门 就是可以保持是双向的沟通 才可以达到民主嘛 所以它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 不管是不是政治系的学生 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好那就是跟生活相关 大家刚刚不然我们放到一张专案卡 其实就是口罩地图 那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应该不少人都有用到去搜寻说 在离你家最近的超商或者药局 哪些地方还有口罩的库存 让你可以及时的买到 那这就是一个开源专案 或者是说大家就算还没有动过你们的期末报告 还没有写专案 没有关系 那你们写报告的时候 应该都做过一件事吧 你们会上网Google 你们要写的那个关键字 它有什么前人的研究 那这其实就是前面的学者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开放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阅读之外 你们可以拿下来使用 引用它 这其实就是开源的一种精神的展现 那上面就是在讲图库 那大家可能就是发文不复图 就怕点阅率很低嘛 你又不可能到每个地方角落 你都一定刚好拍到 你要讲的那件事的图 所以你会上网去抓别人的图 那别人为什么愿意把图片放出来给你 那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把成果开放出来 所以我们把开源这个字 你先把它理解成是把一切的资源开放出来 那大家共享就可以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到更好 那当然就是通常讲到这里就会有人问说 那我谁要当那个开放的傻子啊 我的智慧财产学会不会被侵犯 那这其实就跟CC授权有关 你可以注明就是我开放的成果 只愿意让别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去引用 那CC授权的细节我们下礼拜会提到比较多一点点 就这边不占太多时间 好那口罩地图这个专案就是再讲更细节一点 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有感 那其实一开始口罩地图呢 它是在口罩慌的时候 其实是靠群众回报 就我家巷口7它还有就是口罩在卖哦 你们赶快就是去买 那群众回报在那个政治献金那个专案有讲吗 就是大家透过协力的方式去及时汇报 现在的资讯状况怎么样 可是它就不是最及时的 那即使它第一版本不是最及时的 它的使用流量还是暴增到超过这个热血制作 这个专案的地图的Howard 它要自费60万的账单 当然最后就是Google听到它的善性的举动 有免除这笔账啦 对那可以看到说就是这个需求是很紧迫的 所以政府由那个时候时任就是政委的唐凤 去协调政府开放口罩存量相关的资料 那就是因为这些资料开放了 所以才有各式各样专场的公民 他们最后就是有130项相关的应用 除了刚刚截图的口罩地图之外 你还可以在LINE上面跟机器人互动去查询 你你家最近的就是口罩销售点在哪 那可以达到这些成果 就是因为资料的开放 那这些就是需求在网络上面有 譬如说就是我是写机器人的专场以外 那有些人是会制图啊 你制图才可以跟民众有更好的UX的沟通成果 UX UI的人员也在这个专案发挥角色 好那上面都还是透过举例 让大家比较对开源觉得不会太陌生 我们还是从它的起源讲起 其实在以前 那我们在买硬体的时候 就是软体它里面的原始码都是会附上 它没有要另外收费 那当然对原始码有点概念吗 那英文叫source code 就是你软体里面组成的那一个原件 好对所以在以前呢 软体并不是一个销售的产品 那比较像是说当你有了硬体 那如果有软体的话 譬如说你电脑有bug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修 你就不用一直call厂商来 那在1970年代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 有一个人叫Richard Stolman 好那他跟他的同好者们 有一个城市研究的社团 然后他们就是戏办是在一楼 那他们在九楼的地方 放了一台印表机 那每当印表机如果卡值 你就要到九楼 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写一个城市呢 让就是印表机可以及时回报说 某某人印的东西卡值了 某某人要印刷面列印哦 类似这样子的需求 让他们可以快速的就是了解说 我现在到底需不需要亲自我跑一趟印表机了 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印表机的厂商 他开始不负城市的原始码了 他们就觉得 那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要这样改变呢 那如果给了城市码的话 不是对我们都更方便吗 所以就是从这个是这个故事的起源 可以看到说 开源其实也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需求 那他衍生出来开源的定义我们这边就看比较快 他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不论任何目的 可以自由使用 那同时也可以再次分享 那你也可以去研究他 那以及说我可以自由的改良 那你可能是想要研究之后 把它写成更好 更适合你的东西嘛 然后再把改良的东西散布出去 那这就是开源原始的定义 但是城市码跟我们生活太远了 所以我们就是用食谱来看的话 开源就像是大家可能现在不太有煮饭 但是你可能也许就是会看食谱嘛 那食谱这个东西 其实用开源来讲也很方便 那就是讲说 譬如说我今天有一款美味的咖喱 那我把这个食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我这个食谱 那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去自由分享散播 或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研究 那食谱里面的那个每一个食材的比例 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调整这个咖喱的口味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我身为这个愿意分享 我自己独门秘方食谱的厨师 那由于就是透过分享食谱 大家都可以吃到 就是我独门秘方这个美味的料理 那我的知名度就会提升嘛 对因为大家饮用 我使用我的成果的时候 都要注明就是来自于我的成果 好那同时呢 就是因为大家使用之后 可能会去研究 会告诉我说 欸你那个配方可以怎么样改 会更好吃哦 所以我可能以前就是要跟我的同好聚会 我才可以听到一些建议 而且可能不是真心的嘛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 但是我分享之后 那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透过改良 他们的版本 给我他们真心的建议 所以我进步的更快 那暂时说呢 对这个刚刚说过 就是提升我的知名度 好那所以再总结一下 开源的好处就是自由嘛 那其实就像大家使用手机 有人是Android 有人是iPhone 那像iOS系统 它就不是开源的 那它就跟Android 就是你们各个品牌 各个厂商 不管是像Sony啊Pixel 我们不是都可以在Android的平台下载吗 那它就是开源跟必源的一个差别 好那这个臭虫 这个是讲橙色那个bug 不过我们就讲开放跟透明的好处就好 就像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 那你有些错字 有一些就是不顺的语句 你可能自己抓再多遍都抓不到 那你请你的组员一起看 或者你把它放上网 让大家一起来抓 那这不是更快速吗 这就是在讲那件事 好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像报告我们不可能从 就是零基础开始写 而不定上网Google 我们就是站在前人 愿意开放他们知识的基础上 会进步的更快 那这边想要带到 也是希望跟大家讲说 我们虽然刚刚许多抓难 的确是用没有酬劳 没有金钱给付的方式在运作 可是其实开源它这套价值 不是一定讲你一定要免费贡献 不然大家刚刚听完之后 可能也会纳闷说 那我身为一个厨师 我也可以不要把食谱开放 你们都来我的餐厅就好啦 那或者是说我今天做一个研究 除非我是为了要当老师生等 不然我干嘛把我的研究成果 分享给大家 谁都愿意去使用别人开放的成果 但谁会愿意当开放的那个人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边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开源不是只有 就是对使用的人有好处 你身为开放你的成果的人 你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除了刚刚讲说你会变有名 会进步之外 我们看现实一点 我们总是要赚钱 那所以就是赚钱有什么方式 例如说用刚刚食谱的例子 那你可能就是开放食谱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看着食谱造的做就会变厨师 他可能会把他厨房烧焦 所以我可以开一个厨艺教学的教室 我提供我使用这个开源的顾问的服务 那第二个是说就是 那可能会有一些餐厅啊 他们有特定的需求 是在这个食谱上 他们希望可以更客制化的 我可以针对这个需求 提供一些付费的加值功能 那第三种方案呢 是说那有些人就是 我就是不想自己去做料理 那我就直接做好即食包料理包给你嘛 我就提供现成的服务 所以其实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开源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同时也是有许多人 把它当做一个business model 它是可以运作的 好那这个已经接近尾声了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最后回顾开源 它就是自由存取 使用修改分享 不限于我们今天在讲的是程式嘛 还是在讲我们的文字成果 或者是图片 各种各式都是 像就是Firefox 就是一个开源的成果 它就是一个浏览器 好那最后就是在讲 最后工商实践一下 OCF我们推广的就是开放原始码 开放政府 开放资料 它背后的观念就是在讲开源文化 好对就是我的起点 其实从就是觉得这些 开源的技术很有趣到 觉得它其实在讲一个价值观 是在讲怎么样做到公司协力更民主 那就是我们时间有限 现在先教给下一位讲者 燕子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开源的 像G0B这些 它们是一个社群 那什么叫做社群 那身为学生 为什么我要参与社群 好那谢谢刚刚Clear 快速的分享 大家好我叫燕子 然后大家可以 我自己本人自我认同 我是个社群的参与者 那我同时也是个 CostCop的行销与设计 那我其实自己 自己私底下呢 都是在做一些开放资料 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新手村的村民的故事 跟在那些开源的社群 怎么组成的 像刚刚在游戏过程中 有看到各种不同神秘的角色 有看到政府机关相关的人 也有看到的是 有些人是来自就是 也有写程式的人 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 那到底什么是开放社群呢 那其实前两周的过程中 我们有提 应该各位有提问到 就是两个社群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 Decitory的一个社群 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 诶 糟糕我忘记是哪一个了 Ronnie他们 就是带来大家来做 认识政治先进这件事情的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 各位同学啊 就相信大家政治写 想要做更严谨的研究的话 有这本书可以参考一下 它是一本就是 叫色情预设书 会跟大家讲 它不是色情预设书喔 之前跟大家讲 啥都大家会听错 它是一个社群预设书 跟大家在讲说 整个开源的社群 是怎么arrange起来的 甚至怎么去做一些治理的 好那大家讲 为什么要加入社群呢 那以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呢 像我自己我觉得 当你是只要改变世界 或改变台湾 其实呢 你缺的其实是伙伴 我相信大家读政治系的人 应该蛮多人都 当时都抱持着一些 想要改变社会 改变台湾的一些想法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自己过去 我是相信学生的资金教育 实作是很重要 因为小时候玩电脑 都会被爸妈骂啦 我所以就觉得是说 可是其实在未来 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多我们过去在我们 欧州也会遇到很多的学生 都遇到一个很尴尬的情形 在进大学之前呢 他爸妈都跟他说 你不准玩电脑 可是呢 到了最后填字院的时候 会叫他去填资讯息 或资公息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 非常有趣的一个 非常间接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 大家呢 爸妈可能过去会觉得 好像读书比较重要 可是其实 学生的实作教育 如果他从国小 或者国中期段 你开始就去培养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一直抱持的一个信念 所以我一直抱着这个信念 去找到有人 跟我可以去推动 这件事情的人 另外呢 我自己本身是个铁道迷 那我自己当时就觉得 台北机场的这个地方 应该要去守护 要去保护下来 但我看到我在这里 非常以前小时候 非常小时候去参加 那种抗争运动的时候 举牌的时候的一些画面 那对于我自己本身呢 我自己本身是 读资讯传播出身的 我可以怎么协助 这样一个专案呢 那其实在整个社群里面 有各种不同大小小的 可能是一些社会议题的专案 可能是一些 真的很陈设的专案 像刚才在牌组里面 有看到各种不同大大小小的专案呢 那其实社群最缺的 其实是大家的 各种专业能力的结合 像我刚才讲的 关于学生社群 社群里面为什么需要我呢 我可以协助大家 去做一些讨论认识的 像那边我有上过 教育广播电台 去讨论 当年叫做108 107课纲 后来变108课纲 原来要107课纲 后来因为 我们那时候非常多的各种 资讯相关实作的人 就觉得说 这张根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为什么要应推呢 其实那时候一直独一挡下来之后 他多了一年的时间 去做更多的准备 变108课纲 那时候我们就上 教育广播电台的节目 去做一些讨论 那同时呢 我自己本身 因为当时是写传播书生的 也有些大家赞助的能力 那其实呢 像刚才讲到 北厂守护的这个运动 我在这边呢 协助他们做了 整体开放资料的 像我们把它爬梳下来 做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整理 那想要了解这个议题的人 可以更快速的 去了解这个议题 但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的角色是非常多元的 我自己本身学的是什么事情 可是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整个社群的背景之下呢 你在加入不同的群体的时候 你有一个你自己 可能可以去发挥的角色 那我深信 今天在现场 你有听老师说 我们有七成的同学 是政治系的 甚至有一些是音乐系 或其他系组的同学 大家会 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关注 这样一个 就是沈亿市民主的 相关一些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自己自身 每个人自己的一些 所能力所观点 一起去组成一个社群 其实大家今天现场呢 我们大家期末的目标 是要做一个小专案嘛 用G&B的模板 去发起一个小专案 其实给大家一个鼓励是 其实你们 甚至你们的观点里面 都可以提出一些 你们自己有利的一些观点 那其实我觉得 自己认为 社群是我练功 跟学习的游乐场 其实就是 把我自己过去 在大学学的东西 试着呢 跟社群的大家 做交流之后 会去有一些 增长出一些内容 那接着呢 也是一个找到我自我在社会定位的一个方法 那可能也是工作 因为我其实是 今年三月刚加入 就是G&B 刚加入OCF的社群 因为我过去 其实在公部门 有稍微待了四年左右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在社群 打混了一轮之后呢 试着加入了公部门 然后又回到了G&B OCF 的OCF这边 去跟大家做一些 相关的议题的推动 那其实呢 跟大家讲的 就是康芳社群 可能是一种协作的一种就是解放后 那为什么会有社群呢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议题而起 刚才看到像真的假的 在探讨这些假新闻的议题 那同时有可能是理念而起 像我刚刚抱持的 我觉得就是学生 就应该有自己的舞台 所以要做一个学生计算经典会给大家 这是一个理念 就去创造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很纯技术的 那其实有很纯技术的 就可能就是 因为这某一些特定的技术的发达 而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像我们在台北 有一个OpenLab台北 专门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科技艺术 那因为我自己本人 硕班论文结案的时候 写科技艺术的教育 这件事情的认文 所以就觉得 那时候就会跟他们之间 有些交流 那国际间呢 有一些特色组织 像Firefars 有这样的一些专案 那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自己常用的一些网站的本身 我们每一个网址的这个管理机制 在全世界呢 它也是靠着社群的一个管理机制 人人其实你要有心 你都可以去参加这个管理 你只要你敢写英文 我们知道就是 在教大一个学生 他有去参加这个组织 去做全世界的 域名的管理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 只要你有心 你都是可以在社群 做一些贡献的 那我们来看看社群的日常呢 其实刚刚我们用到一些 共笔的工具 像我们自己常用一些 Google Documents这类的东西 画面中有看到一些 先前Running应该有大家 用到一些特殊的一些 协作工具 其实在社群工作 都会靠着这些工具 很公开的让每个人 都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那同时呢 在这边其实在治理上呢 是一个相对扁平的组织 每个人呢 你都是用你自己的专业说话 所以呢 假设我们到现场 假设有音乐系的 你在讨论一个音乐相关的 音乐政策的专案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你音乐专业 跟你政治系的同学 去怎么协作 跟去怎么做对话 所以呢 大家音乐系的 音乐系有来吗 好 没关系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 其实在今天这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 省意是民主的专案下是 每个人都可以去发表 你自己的一些意见 那你其实呢 那重点是你自己想做的什么 因为其实刚刚看到 各个专案啊 刚刚我们试着想发起 各种不同 各种不同的专案 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专案呢 就会想要用力的去推它 好 那哪些活动 可以加入这些专案呢 那其实我们 下礼拜也会跟大家讲 我们会办一个 CostCup的一个 就是开源人年会的 这样的一个导览团 大家之后 也可以来做加入 那我们也有 G0BH克松 两个月一次 相信Running 在之前介绍中 可能有无意间带到 那其实呢 可以帮助大家非常的快速呢 你去认识到一个议题 然后现场呢 在一天之内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像刚刚有讲的 学生计算计年会 我们每年三月会办这样一个活动 那同时 七八月的时候 会办一个下地 大学生都可以参加 只要你对资讯 这样公开的东西 或是让社群人有兴趣 大学生也可以做一个参加 那我们在 每年年底也会办一个 就是所谓的 一小时写程式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 4到99岁的人 都可以写程式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人 也可以试着来参加 这样一个活动 去认识一下 社群的东西 其实不会到很难 其实不管怎样入门的人 都可以去参加 我们刚才的一个内容 那 跟他加入社群的一个123呢 其实大家就重点 刚刚我们一直请大家去看 就是大家手中有多少资源的原因 就是 你有多少时间 以周围单位 你愿意奉献 奉献多少时间给社群呢 那其实 可以多 也可以少 也可以是一次性的奉献 只要你愿意奉献 愿意提供一些idea 其实都是有可以帮助 就是社群的推动的 像应该在玩游戏的时候 应该有感觉到 那下一点呢 其实在各个社群里面 常常会让大家 用三个关键字来做介绍 像刚才 Trayer在介绍的时候 又提供给大家 他的三个关键字 大家 你去各个社群里面 他突然就会说 你想要揭露出来 想这份是什么 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 各个社群呢 他其实他也不希望 大家都是 因为你都是 花自己的时间 去做奉献的 你可以去想一个 你要在这个社群 跟大家做接触的时候 你愿意奉献出多少 你自己得 就是愿意奉献出 哪些你的专业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以专业对话 所以是没有阶级的 所以就是你重点是 你怎么跟大家平等的 用你的专业去做一些对话 那当然最后啊 最后就是说 你要去分享你的idea 去承诺你的时间 还有去勇敢的踏出了 你第一步 开始去做一些贡献 那其实各个社群 都有他一些 可以加入的一些方法 那其实各个加入的方法呢 等一下后面呢 简报后面也有留下一些内容 大家也可以回去稍微读一下 其实各个社群 他加入方法可能会略不一样 那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继续 后续可以跟我保持联系 那当然最后要工商服务一下 因为我今年同时呢 也是CostCop的总招 那欢迎大家 也可以来担任我们CostCop的志工 那就是 你可以从这边当志工 来作为一个贡献的开始 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QR Code 我们可以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